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从第一个所在的房间走出来以后 我们看在地上有个地贴 来告诉我们1930、1940、1950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外面走廊的海报区 我们在这个展场里面设计了三个海报区 这个三个海报区其实是比较时间轴的概念 因为我们这次的展览比较是用主题的方式 也就是这个主题所在 日常生活 仪式等等 在走廊的海报的地方 我们就是用时间轴的概念 就是把我们这次所展览里面 投影的还有原作的三百多张影像 我们把它印制成像这种海报 或是这种从前的日历或月历的东西 各位观众在看的时候可以做一个翻阅 在这个翻阅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时间的概念 就是从最早的一张照片 1930、1940、1950这样的 这30年的照片我们就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海报架呢 在地上就写了1960跟1970 1960跟1970的使用的照片 我们就放在这个地方 第三个海报架 1980、1990、2000年 也就是我们第三个海报架 所以我们用这三个海报架 用不一样的呈现的方式 让观众可以更亲近的去看这些照片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展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设计 那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展间 第二个展间就是我们的日常 这个展览里面其实我认为是非常核心的部分 那我从一开始的这个 一个逆光 一个光线照在斗立上 然后一个人影的样子 来看到在这块土地上 人跟土地在这个逆光的场景里面 其实看起来是一样的 那慢慢的我们再过来看 摄影家帮阿公阿嬷拍照 所以这块土地上的人 有摄影家在帮这个人拍照 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面孔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过来 郑上熙老师所拍的这个玩球的小孩的剪影 还有梁振军老师在看到也是剪影 小朋友在桥上玩耍 下面有个溪 上面有个水 好像有点危险 又好像非常的宁静 所以我们从这些照片慢慢的又过来 带着斗立的人 在田里面工作的 你会发现为什么连孔都还没有看得很清楚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到底是什么 我想一开始先给大家好像有一点 让大家自己去想象 在这个展览里面 我其实很希望给大家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 我一再地强调 我不认为摄影或是我策展的目的是要给大家答案 其实是希望提供了这些作品 那这些作品呢 就给大家很多空间 那每一个不同的人来看到这些照片以后 那会跟你心目中的台湾 或你心目中所理解的人事 或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产生不同的互动或不同的反应 这是整个策展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一直到这张照片 我们才看到真正的台湾人 是一个原住民的 不管是姐姐还是妈妈 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很开心 但大人不是那么开心 那我觉得慢慢地我们才看到了 台湾人的样貌 小朋友在玩耍 然后牧师跟原住民的关系等等 慢慢地展开这个所谓的台湾人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看完几张原作以后 我们就来到了灯香区 在这个展览里我们也使用了这样的灯香的橙色 那利用灯香的一个放大 然后背光的这个效果 让这些黑白照片其实在城市上 其实当然不能跟原作比 可是有另外一种观看的经验 那当然这个照片被放大以后 很多更多照片的细节 还有它的城市也可以被看到 所以这里我们大概选了六张的照片 来作为灯香的呈现 在这个墙面上我们有四个面 其实在播一样的内容 我们日常里面完整的内容 其实在投影里面 当你在绕着看展览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的原作 你也可以来看这边的投影 那因为它是播报同样的内容 所以你在绕一圈的过程中 你也可以慢慢地把整个投影的内容给看完 所以我们这里有投影的照片 跟灯香的照片在互相的呼应 这是王迅老师的兰宇 他们原始的原本的兰宇 达武族生活的模样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来杨基辛老师的作品 然后再来翁廷华老师 在九份还没有成为观光据点 观光区域前九份原始的样子 在这边我们看到 一样是杨基辛老师所拍的 在1950年代 杨英峰老师 一个国内知名的雕塑家 他在年轻的时候 在雕塑这个佛像的画面 他在这个工作室 我们来看到杨英峰的家人 在照顾他的小朋友 照顾他的小孩 工作室也是家庭 然后又是家庭 又是他在创作 这是个非常难得一见的 这样的一个画面 是1954年 杨基辛老师所拍 那我们再来看这一张 谢山泰老师非常知名的一张照片 是在中华商场 那很多人看那张照片就说 这个前面有谁啊 小朋友在玩球啊 是一个开心的画面 可是今天当我们变成一个灯箱的作品以后 我想很多的细节 本来在小照片的时候 不容易被看到了 因为它被放大 变成灯箱以后 各位可以发现 这边有喷水车 这边有消防队 那这外面有一些巨码 所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其实是一个 在那个时候 我们都知道 人民走上街头 在抗议 政府呢 国家的机器呢 就会用喷水车来驱散这些抗议的人潮 所以我们看到的水 我们本来以为是下雨过后的水 其实并不是 是国家机器用水来驱散抗议人潮 所留下来的水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水 又有不同的意义了 所以这些小朋友 等于某种程度在享用这个 我们前人的前仆后继的 某种程度的牺牲的自己 或怎么样所带来的民主生活 所以年轻一辈的 可以在那边快乐的玩耍 可是我们的民主 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非常多的人去努力的 那当然这个中华商场呢 最近因为有天桥上的魔术师呢 中华商场也变成一个 某种程度的美好的 过去的记忆 台北的记忆 好 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日常的这一面 也是原座墙 有林俊明老师的 跨越迁徙这样的作品 人走过这个河 那来到另外一张 刘安明老师的这张照片 这也是我觉得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一张照片 就是说 这个照片我们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艺术装饰 在这个荒野的地方 会有一个穿着洋装 拿着洋伞的这个少妇 从这个桥下这样下来 好像是应该在都会里面 才会发生的事 为什么在这个奇妙的 荒郊野外 这是1964年所拍的照片 那其实 刘安明老师就是我们在照片的上方 所看到的 他基本上有点像 现在的吊车 或是电梯 类似这样的功能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功能 有工具性的存在的东西 可是刘安明老师的这个照片 其实我们看到是一个 好像一个超现实的 一个很奇妙的艺术装置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水 所以我在猜测 这个照片的后面 或是这一侧 可能是河 所以必须要借由这个流龙 这样的东西 把人可以带到河的那一边 可是他的照片 并没有拍到带到河的那一边 这件事 我们只看到了这个结构物 所以这个结构物 其实让我们产生很多的 联想与幻想 我觉得是这个摄影 很奥妙的一个地方 那从这样的结构物 这个线条 我们就看到 这也是另外一种渡河的方式 脚踏车可以在脚踏车上过河 前面有牛车 有牛 在那边洗他的牛车 这也是一种过河的方式 然后在河边 牧羊童 这个三个牧羊童 是台湾摄影史里面 非常经典的作品 也是李明迪老师 在1947年所拍摄的 在那个时候 其实台湾是比较困顿的 比较穷困的 其实我们从他们所穿的衣服 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的生活 并不是像现在一样 有什么名牌 有槽涕可以穿 可是就算是穿着这样的一个 好像泼泼旧旧的衣服 可是这些小朋友们 一点都不为苦 他们活在很开心的活着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 某种的所谓的台湾人的精神 所以不管现实的环境怎么样 其实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很乐天的在面对 小朋友拿着相机 很天真的看着对方 一样的是一个比较辛苦的 这个张兆堂老师的社会记忆 在园林口福 也是一样不是那么好的生活状态 可是小朋友的眼睛 非常的亮 在看着 对于未来 还是有很多的希望 那这一张也是李明雕老师 1948年 那感觉又比较是上流社会的 这个妇人 他们的样子 不过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呈现 那同样的这些面孔们 来到这里 我们所说是谢春导老师 1976年所拍的金士杰 金士杰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舞台剧演员 那所以他并不是像现在 大家那么耳熟 有拍电影拍电视剧 做很多事情 在那个时候你看 所以他因为舞台剧演员 所以他用一个比较白的 把它磨脸 然后穿着一个泪高中制服 骑着一个很旧的老式的幸福牌 脚踏车书包 然后在一个巷弄里面 好像也是一个某个时代的缩影 所以这几个脸孔所带到的 另外这一个中国小姐与残障人士 就是我觉得谢春泰老师的作品 一直在照片里 都会留下一个很温暖的touch 所以这张照片 好像有点快乐 可是又好像辛苦 那我觉得好的摄影 就是在这个拿捏 这个苦与乐之间 他抓到了一个moment 原本这张照片 其实是要跟阮一中老师的旭海 一个翻跟斗的小朋友 放在一起的 那这两张照片 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对话 那很可惜那张照片 被国外的一个澳洲 好像也是做一个台湾的策展 那把那张照片拿走了 所以那张照片 其实在我们的投影里面也会出现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两张照片 当它同时出现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